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理者 心灯 读诵者 心音 每一个法会对治一种病 但是你却不了解因缘二字 我跟你讲话或讲谈经跟你听 是因为有因缘 你不懂因缘却抓着法来不放 这样是不对的 比如有一个年轻人从学校毕业之后 他就提不起劲 人生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也没有奋动的原动力 整天懒懒散散 这时候 你就要跟他讲 年轻人 人生一定要有目标 这么讲 对于年轻人而言是对的 那个年轻人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 他从此就有了一个目标 他奋发图强 努力向上 以前很懈怠 现在很精进 以前很消极 现在很积极 结果 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整个人都变了 前三年 他过得很好 觉得人生很有意义 但是三年之后 你再次看到他 他却垂头丧气 因为他奋斗很多年 目标还是没办法达到 他变成了他的痛苦和压力 你就跟他讲 年轻人 我讲的目标你误会了 我讲的其实是活在当下 那个年轻人忽然之间听懂了 他原来要追求的概念消失了 他明白了人就应该活在当下 你们学佛法 不要只会讲一时相印 对一般社会人士 要讲他听得懂的概念 我讲的佛法 都是你在现实生活中用得到的 如果你学的却是学术探讨的 那是没有意义的 又比如 有一天 你看到了有一个人学了很久 却一天到晚被胡思乱想的心所困 你就告诉他 你不要被你的妄想所骗 既然是妄的 就不是真实的 你应该回归你的真心 听完之后 他很发喜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 他来上课 比之前更加垂头丧气 因为你为他施设了一个假名叫真心 他去找真心 从内到外 从五蕴 从十二处 从十八界 一直去找 他怎么也找不到 他忘心还在 真心又找不到 当你在看到他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 我所讲的真心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密心了不可得 你听我讲这些例子 好像很容易懂 但是 在现实中 却有那么多争论 当有人讲真 你就反对他讲真 当有人讲假 你就反对讲假 但是 你不知道当时的因缘 之所以会产生争论 就是断章取义 比如 达观法师跟人讲学 佛要有目标 这样讲是不对的 或叫人要找到真心 这叫做自性忘直 听别人讲话 如果你断章取义 每一句话都是错的 如果你听我上课 你只节路一段 亦是如此 你永远都没办法 看到这个陷阱 没办法跳开 你不懂得 就没有方便的智慧 你不知道别人是对积说法 说法不离开因缘 法华经是以因缘为宗 你不要轻易讲别人是错的 你要了解前后因果 才知道他的良苦用心 学佛法 你要愿解如来真实义 知道佛的本怀 就是叫你不要执着 父母的本怀 就是为你好 而不是他讲什么 你就抓着不放 金刚经讲得很清楚 第一段话讲法无定法 第二段讲 佛说一切法 即非一切法 事明一切法 你若不懂 就会与人争辩 文后思维 你知道如何随别人的因缘 引导他吗 心平何老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敢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敢达官师父教会 敢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